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跟小太陽界來的 因為這裡是他的專屬周圍區 對不對 對 這一區是一個窗邊卧榻 那因為我們在卧榻這個中間呢 有做了一個就是類似那個寶殿 對 那這個地方是專屬給他 就是休息趟的 下午發呆 對 然後他會看窗外的風景 看view的時候 對 好棒喔 而且你知道他們家 雖然我們剛剛講過 平數25左右嘛 對 可是客人如果來八個 七八個這樣子坐 在餐桌上用餐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對 沒有問題 因為這一張桌子其實是四人餐桌 但是因為我們左右兩邊 還可以再坐兩個人 對 然後再加上 您現在這一台卧榻 其實他可以坐到三個人 還不賴 對 是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客人來很多的時候 這邊還可以滿足一些人數上的需求 燈怎麼挑 這個燈挑的也有點那個和風 有點陽味 對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天花板 我剛剛有提到說 餐廳的這個 左邊的地方有一支涼 那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因為這個涼的關係 把所有天花板都打平 因為打平之後可能會顯得很低 對 所以在我們現在餐廳的這個正上方的地方 我們有升高之後打一點間接燈光 然後再挑了一盞就是比較有點像日式味道 可是又有點現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物質的材質的挑選上呢 就談一個那個類似一種紗的紗的味道 對 然後再加上幾個水晶燈 讓它感覺比較亮 OK 現在妳也不會覺得這個餐廳小 而且這個餐廳跟客廳合在一起 他們家的公共空間就放大很多了 對 因為其實光線它會透過每一個鏡面上去反射 所以妳就會覺得說每個地方其實都不會有一些角落是暗的 因為我要再次重複喔 這個中古無番心 它可以從原來比較陰暗不通風的感覺 現在變成是